你会想吗 妈,求你 妈,求你,快点醒我吧,孩子 妈,离不开你 妈,离不开你 小燕 小燕 陆大姐 我為小燕的事向您道歉 我沒有照顧好她 這是 大姐 這是我的一點心意 你放心 我們一定會對小燕負責到底的 拿著吧 你們怎麼負責呀 你能賠我一個小燕啊 你拿什麼賠呀 要是小燕站不起來了 你連兩條腿都賠不了她 大姐 這徐管教請來這個專家 她她是從部隊剛下來的 是的 藝術特別好 你就放心吧 就是萬一小燕以後有後遺症 那我們也絕對不會不管她 是 不管結果怎麼樣 我們家向陽 一定會取燕子的 我們曾家絕不會拋棄燕子 那我照顧不了她 我還有兒子 我還有女兒呢 免了吧 小燕可享受不起 我告訴你們 小燕一定能好 還有你兒子 你女兒 就那個小瞎子 還指不定誰照顧誰呢 不是你們怎麼靜說好聽的呀 萬一手术失敗了呢 我看你們一個個呀 比誰都得跑得快 不會的大姐 我們一定會負責到底的 我沒有了 小燕 你會不會拒絕 我會不會拒絕 在你兒子 我會拒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儿啊 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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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孩子 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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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醒了 妈在这儿呢 妈陪着你呢 妈一直陪着你 你可醒了 杨儿 杨儿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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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坐下 一个坏消息 和一个更坏的消息 你先听哪一个 小燕她怎么样了 坏消息是 对于你的处分决定下来了 你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减刑 被取消了 更坏的消息是 但是小燕的手术是成功了 但你能想象 她听到这个坏消息的时候 她会多伤心吗 你别告诉她 不 你告诉她 你让她别等 别再等你是吗 陆小燕为你牺牲了这么多 这样的话 你现在还能说得出口 你认为不用再等 或让小燕再多等两年 哪一样对她更仁慈 曾向阳 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 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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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小燕好了 正夫 我过来看看她 有心了 那个 小燕睡了 刚睡 我最近出差 那天走得急 没有来得及和您打招呼 要不 我进去看看 就看一眼 就看一眼 你进去看看有用吗 就看一眼 你再看那也是个烂摊子 你能帮她收拾啊 阿姨 我 我 其实啊 阿姨也没怪你 是不是 你说将心比心 是不是 这都人之常情 话说过来了 你说万一你要伤了 是吧 那阿姨也得天亮天亮 但是呢 你说这事就是 没怨你 就是你俩没有缘分 小燕 小燕知道吗 我给她道个歉 求她原谅我 不是 小燕知不知道能怎么的 她从来也没指望过你啊 你说是不是 倒是我 你说 要是归从前呢 我真能就劝劝小燕 但是现在你说 开会啊 我也看出来了 你说一有事了 你就走了 你说我怎么劝小燕 我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我自己 这个事啊 算了吧 就算了吧 这 这 你 开会啊 我替小燕谢谢你 妈 你现在不会再抱怨我不跟刘开会好了吧 这人哪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 开会是不行了 可是外边啊 这好青年大把呢 叫一个就比他增向洋强 妈 妈 早知道我还不如瘫了好 什么 你再说一遍 瘫喽 一个瘫子配个老改犯啊 你怎么想的 这日子怎么过呀 你这 妈 我头疼 姜儿啊 那你躺下 来来来 来 躺下来 不生我气了 你个死丫头 妈 你别老生气 我就生气 生气 谁呀 呀 你管教 你看 来 样还要当面谢谢你的 你看你还拿这么多东西来 你这是 这鱼汤啊 是曾方他爸爸带来的 他呀 一直站在门外不敢进来 让我带进来 那 他送孩子上学去了 好 是 鱼儿啊 这些营养品 你必须得收下 这 这不 不行 不行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意 这是我们老改农场的管教 狱警 还有老改人员 一起凑钱买的 太谢谢了 谢谢大姐 大姐呀 你可能还不知道 小燕和向阳的故事 在我们老改农场 早都成为典型教材了 所以我呀 就代表大家来看望一下 谢谢大家 鞋管教啊 你们这心意啊 我是领了 可你说那曾向阳他 是 曾向阳还在里面 可是大姐你想想 喜欢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是很单纯的 就是小燕 这回是生死一现 那还有什么 比孩子健康快乐 更重要的呀 是 这你说得都对 是吧 我呀 其实不求孩子 大福大贵的是吧 我就希望他们 没灾没难 你说徐管教 这做人哪 一辈子 这腰杆就得溜直的 你说他们这个屁爱情 是 你说就他们俩这爱情 能说服我这当吗 除非他能证明他自己清白 除非他能证明他自己清白 小燕啊 我还有个消息 得让你知道 不过 你得挺得住啊 转桑 你得吃 快快快快快快快 坐坐坐坐坐 休息 不是我说你 太冲动了 但是 爷们儿 真爷们啊 小燕要是知道这事 准得感动死 秀才 你胆儿真大 越狱啊 你炮哥想都不敢想啊 弄不好要吃枪子 吃枪子总比判无期好 又成无期了 那这事可不能让小燕知道啊 他迟早还知道呢 什么万能伤害 干吗呢盯着人家 让他静一静 去去去上那边上 喂 赵丽 Bubble 饿了 是吧 救命啊 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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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然 毕竟然 毕竟是没人 也都上了 我不重 住手 小伙睦 我上了 先跟她的大孩子 这能不能失险 我会适量 直离死亡 你笑不想抓猫啊 猫的大家是人 揍了怎么办 快要往上我走 怎麼辦 那你老公 你發生什麼事啊 只要你現在跟我說一句話 你說了你以後 我就相信你 以後我都讓你 一二用心的回憶 來害你 沒有這種遺憾 不妨別在你家裡 有自己出眾 這個父親的美食 有個照顧 這個父親的父親 我不可以到這兒 明知後果還是堅持人 只是為了看你一眼 曾向陽對你的感情 比我認為的深得多 是我疏忽了 沒有及時了解你疏忽 這次差點犯了大錯 他也會受到處罰 他說他沒臉再見你 更沒臉讓你再等他 事到如今 我這個管教 也不好在多說上 來左右你的選擇 無論你的決定是什麼 曾向陽說 他都會尊重你 許管教 我只求你一件事 這事 暫時別讓曾伯伯知道 我們但呢 小報 expert 我 Employ遊說 咳嗽了 给我倒杯水 你小个点事 这这好不容易 又在洪水着的 找起来你洪啊 水不在那儿呢 我自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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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宝贝妹妹呢 这怎么还不来啊 这给我伺候一回月子 有那么难吗 是 给我伺候过两回 谁让他们 有一个本事 他不能生呢 有本事 他也生一回 我伺候他去 怎么讲不能生啊 谁说啥好不能生 你别到处给我乱说 我哪儿到处乱说 这不跟你说呢吗 那现在人呢 那怎么还不来呀 山河不见了 我刚从董爱国那里回来 邻居说 昨天晚上又大打一架 董爱国出山了 山河也不见了 贡献车子没上忙去 那你还在这儿做着干啥啊 咱在山河不会出啥事吧 不会吧 你是 妈的 这个婚非离不可 离婚 是哪对夫妻不吵架呀 多大点事啊至于吗 不离 不离成年那儿看笑话的 这山河燃人的打还少啊 这董爱国成天破气破气的 乱嚷嚷嚷 你是不知道的 邻居拿什么眼神看我 妈的 他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你干啥去啊 我想折去 这合着又毛和我一人啊 来了 赵主任 你怎么来了 你把山河藏哪儿呢 藏哪儿呢 你说什么 山河没在你这儿 山河他怎么了 山河失踪了 什么 这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据说董爱国又打他了 原来我还以为 你把他藏起来 我没有啊 伤河他去哪儿了 伤他重不重啊 这我不知道 但我只知道 八成又是因为你 我妹妹脾起架 在外边吃了灰 从来不会娘家哭的 打碎了牙合着血往肚里吞 你说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我找董爱国算账去 站住 不是 算账 你凭什么找人算账 再说了 你管了一时 你管了一事吗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们山河这么多年 受的这些罪 全是因为你 你就不应该表个态啊 这么说吧 如果我同意我妹妹离婚 如果山河离婚 我是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她 给她一个幸福温暖的家 让我们这一辈子没有遗憾 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呀 我得考虑考虑 你考虑什么 你还掉下来办啊 我妹妹都不嫌疑 我是怕我儿子不同意啊 我这件事情是得 是得让向阳同意才行啊 如果你儿子不同意 这个婚你还不结了 曾长风 我真替我妹妹喊冤 你说当年 因为你家老爷子不同意 你不敢去 现在又是因为你儿子不同意 你还不敢去 曾长风 你怎么活着这么磨叨 这么软蛋 我妹妹就算是嫁给你 那也过不了好日子 算了 就当我没说 我不是 你 你得给我点时间呢 时间 再耗下去 谁给山河时间 你确定你们还有时间呢 报告 赵主任人找到了 小河 小河 你何口呢 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呀 我现在这个样 有什么脸面去见你啊 夫家不容 娘家不留 我 我现在没家了 乔风啊 我毁了你的家 爸我自己也毁了 你哥哥 你哥哥找过我了 他决定做主让你离婚 我告诉他 我得先征得向阳的同意 毕竟我 赵风 用你这句话 我知足了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我们之间 不只有个董爱国 有向阳 还有无声呢 可是我不能看着你受苦啊 不管怎么样 你先跟董爱国把婚给离了 向阳那边 我去努力 也许现在不是谈那个的时候 可是我不会放弃的 等孩子 对我的仇恨淡一点 我一定会去跟他说的 我求求你 你等等我 你哥哥他已经点头了 不管有多遥远 可是现在少一个 卓爱我们的人了 你等我 赵哥 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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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 姐姐 对不起 都怪我 要不是我给我哥写信 芳芳 不怪你 不怪任何人 这事啊 先别让你爸知道 没有 我没敢让他知道 我爸这几天夜里咳嗽得厉害 厂里的叔叔伯本们都担心他 按着不让出门 这才没来接你出宴 小饭 小饭票啊 就在门口玩啊 可别乱跑 给妈倒杯水 来 杨儿啊 这回明白了吧 妈为啥一直反对啊 不说别的 你就说有个病什么的 你看看曾家 能帮上忙吗 她爸你说 她身体比谁都差 儿子又在监狱 这小姑娘啊还是个小瞎子 这上上下下呀 大大小小的事 不都对你妈一个人扛着吗 妈您就别说 我就说 我说 你说曾向阳对你有什么好处 给你个破肥皂 你就当个宝了 是 你曾向阳对你有什么呀 有什么付出啊 他就一句话 就让你等他一辈子 向阳他还会再立功的 还会再减回有期 什么 他这不已经有期了吗 妈 杨儿啊 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呀 向阳知道我受伤了 为了出来看我他越狱 但是被抓回去受了处分 又改回无期了 什么 又改回无期了 杨儿啊 你知道无期是什么吗 那无期就是死啊 你想跟他没完没了 等他到死啊 妈 你想气死我是不是 妈 你就当是我上辈子欠他的 是我欠他的 那现在确实也是 我欠他的呀 行了 别说了 我听明白了 不是你欠他的呀 是我欠你们的呀 妈 孙小羊啊 你毁了我们的 你毁死我小羊了 你毁了我们一家的 抢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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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打什么 别急 来来来来 我看看 来 这个是你的 好 谢谢炮哥 炮哥 你跟炮哥 对对对对 那是我的 炮哥 没有你的 那我这是我的 炮哥 是你的 这这这这 剩一封不是你的 来 这 给我信 别急 别急 他不是刚出院吗 那得休养休养 写信这活儿 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 太费神哪 曾晓阳 出来一下 慢点 青涉小样最近一直没来信是吗 是 你不担心出现什么状况 真要是再出状况 你还越不越一越 不会了 有状况 家里会来信 下次再出状况 我会先上保证服 不会冲动行事 那也好 过几天我替你跑一趟 不用了 这样也好 是我令小燕失望了 在她最艰难的时刻 我没有陪在她身边 没有在身边照顾她 断了也好 这样对她最好 反正我是一个劳改犯 你的案子能跟我说一说吗 听说你的父亲 一直在上诉 一直在上诉 没什么好说的 管教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等等 你就打算这样放弃了 不再努力了 注定没有结果的事 就不要再给希望了 这鸡汤你赶紧趁热喝 好 雅儿 你真的打算一直等下去 赵义 你知道的 向阳对我一直没什么表示 我这心里头乱得慌 雅儿啊 向怡这种情况 是没法再坏了 再坏 就是个死 再好 也就是个离 可你不一样 你还宁静哪 有的选择 雅儿 等待的苦 我最清楚 你能确定 确定等向阳一辈子吗 我相信向阳她是被冤枉的 我也相信她 我相信她心里是有我的 她拒绝我逃避我 只是不想拖累我 赵义 我想等向阳 就是我妈那边 可我真的不能听她的 如果我现在随便嫁给别人 我一定不会幸福 我不能过你 不能过像我这样的日子 对不对 对不起 赵义 没事 雅儿啊 关键是只要你自己想通了 就行 憋不住啊 给小燕写信哪 早就该写了 男子汉大丈夫 藏着掖着干啥呀 刚刚干了一场大事 那就应该跟她说说 要不她以为 你光在里边睡大觉 这都写些啥呀 让我学学 我给小云也写两句 我不是写给小燕的 不是写给小燕 写给谁呀 你管哪 曾向阳 我可告诉你啊 你别有什么花花肠子 你可不能对不起陆小燕 你闹什么呀 我写给芳芳的 芳芳 你妹妹拿鼻子看哪 她不会找个人念吗 对 找个人念 找个人念哪 写不写不写啊 干什么哪 别跑 谁让你同媒的 谁让你同媒的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你这是挖社会主义 你的墙角破坏革命道路 天大哥 就趁一点媒 要不我都倒过去了 你这点媒 还值得你大鼓小叫的吗 你这叫什么话呀 你知道这点媒 能让革命的火车 跑多少金黄大道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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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非把你送歌 我也会不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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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干什么 快来人哪 抓小偷了 快来人哪 抓透霉了 我说不算了 益谷 没事吧 益谷 我没事 没事吧 益谷 我来 跑啊 林导来了 林导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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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谷同志 益谷同志 益谷 辛苦了 益谷同志 您可是好样的 我代表 战斗在铁路第一线的同志们 来看望你啊 领导这么忙还过来看我 我这胳膊啊 那帮人也太狠了 老董 我代表去各委会来看望你 山河呢 山河怎么没来啊 他为什么没来 你信得最清楚了 可惜啊 我还打算带着他一块上班呢 董爱国同志 是见义无为的英雄啊 人在病床上 还不忘坚守工作岗位 这种精神啊 使得我们大家永远学习 赵主任 我觉得你们区隔委会啊 应该把董爱国同志的先进事迹 好好地整理一下 一点一点 还要首先考虑 照顾一下董爱国同志的家属 谢谢 谢谢林老关心 你有什么委屈吗 我 我委屈倒是没有 就是我老婆 她要跟我离婚呢 我那哥啊 不知道以后灰灰就这么废了 我怕她嫌弃我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 绝对不能让英雄失了鲜血 再失去亲人 这就对嘛 董爱国同志 您哪有什么困难 可以直接向赵主任提出来吗 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找我 没了 就理解 领导 国家财产第一 老婆第二 真是有情有义啊 没有国家 哪有小家啊 董爱国同志 你呀 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老婆 喂 哥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好了今天我去找你的吗 怎么 你已经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对了 哥 离婚申请书我寻好了 你先别提离婚的事了 跟我去趟医院吧 去医院 我这儿给嫂子包的汤得趁热喝 去看她董爱国 董爱国 不是说她就胳膊瘦了点轻伤吗 哥 今天说好了要去离婚的 你不是说手一挥就离了吗 妹子 不是哥不想让你离 是现在离不了啊 董爱国现在尿性比我大 大夫同志 按照去阁委会的指示 我们对你的身体 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这个是检查结果 您看一下 这玩意儿我也看不明白 您就直接告诉我 我这身体以后还能开火车吧 能 当然能 还能直接开到北京去呢 我 我怎么感觉我这身体 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好啊 对 您是得好好休养一下 他们已经吩咐过 下去了 就把您转入老干部病房 最好的 还有一件事 爱国同志 您 您这个以前或者小时候 这儿 爸 是不是受过伤了 咱们 勇敢的奔跑 用力的拥抱 谁能懂事是纷扰 脚边落叶 拂开了年华 我们回忆梦里放不下 从一起憧憬一起骄傲 努力的陪我到老 岁月改变了容颜 果然是我尽情 白了黑色 画了双眼 唯有心里爱不变 多少年无奈离散 多少自信呼喊 忘了世界 忘了从前 忘不了你我约定 到永远 岁月改变了容颜 果然是我尽情 白了黑色 白了黑色 画了双眼 唯有心里爱不变 多少年 多少年无奈离散 多少自信呼喊 忘了世界 忘了从前 忘不了你我约定 到永远 到永远 忘了世界 忘了从前 忘不了你我约定 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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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永远 你的愚脸 既等于 考虑 中 一詞 中一